男孩在地上看到一个有眼睛的橙子 与其对视一眼后 奇怪的事发生了 他的灵魂竟然进入到了橙子的身体里 在水果世界里 有一个叫橙流香的橙子 他天生缺钙患有软骨病 不过他却有一个当大英雄的伟大梦想 所以橙流香没事就跟大家讲故事 说自己是怎么为民除害 成为大英雄呢 这里的果子们也没啥追求 就喜欢听橙流香讲故事 因此 橙流香收获了一大波爱天哪讲故事的小迷妹 这天正当大家听得入神时 橙流香的妈妈来了 要她回家晒太阳 因为她天生缺钙 所以要多晒太阳 特别是屁股 这让小粉们感到十分震惊 这么大还要晒屁股 是不是晚上还要包尿不湿呀 小粉丝们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让橙流香感到很没面子 就在这时 一个头戴斗篷的巨大身影出现 不好 是人类来了 橙流香妈妈要大家赶紧变身逃走 因为如果被人类看到眼睛的话 就会被人类控制身体 成为那个人的傀儡 对于水果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诅咒 大家害怕得四下逃窜 只有橙流香没有逃 她甚至想打退人类成为大英雄 但妈妈却阻止了她 原来那并不是人类 而是她爸爸假扮的 看到儿子这么想逞英雄 她爸妈很是担心 于是劝她好好生活 不要总是想那些不着调的事 可橙流香哪会听啊 她就是要成为大英雄 正当她要伸手去拿束闪的金牌之时 突然 一道闪电落下 正好击中了她 橙流香从树上掉了下来 这时 一个名叫乐乐的小男孩发现了她 还看到了她的眼睛 之前说过 一旦他们被人类看到眼睛 就会被人类控制身体 成为傀儡 橙流香被吓得迅速变回一个橙子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这一刻起 她和乐乐的灵魂 被捆绑在了一起 紧接着 她就被乐乐捡起来带上了车 承爸爸看儿子被人带走 拼命追上去想要救回儿子 成爸爸伤心不已 儿子落到人类的手里肯定会被吃掉的 这要她怎么活呀 而成妈妈则坚定地相信 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很快 橙流香被乐乐搭到了一家惊奇水果店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奇特水果 有香蕉一样细的菠萝 有橙子一样大的草莓 而乐乐就是这家店的小主人 店员满心欢喜地迎接乐乐出院归来 这阵仗不单单是为了庆祝乐乐出院 还因为乐乐在住院期间 给店里出谋划策 让原本面临倒闭的水果店 一下子成了阵上最受欢迎的水果店 为此 乐乐的爸爸特地买了一整套 国宝机甲战士送给乐乐 这让乐乐开心不已 因为她也和成流香一样 有一个当大英雄的梦想 而爸爸也十分鼓励她 说她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大英雄 但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 这样也可以吗 乐乐失去了一条腿 这是一场车祸导致的 看到这个假之 乐乐爸爸沉默了 因为她明白 儿子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大英雄了 而乐乐又何尝不知 可她不甘心 到了深夜 乐乐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变小了 灵魂进入了成流香的身体里 一开始她以为只是一场梦 但很快她就发现 这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 她还发现 店里的所有水果 竟然都是有生命的 他们再歌再舞 好不快活 可这一幕却让乐乐感到非常疑惑 明明他们就要被人类吃掉了 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呢 水果们则淡然地表示 这就是我们水果的命运 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 唱歌跳舞 吃零食 然后被吃掉了 看他们这么可怜 乐乐决定拯救他们 可这要怎么救呢 就在这时候 水果界的四大恶贼又出来抓水果了 他们是鼠王的走狗 水果们害怕的四下逃窜 成流香和几个小伙伴来不及逃跑 被四大恶贼用铁笼关了起来 当作共品进贡给鼠后 成流香和乐乐不甘心地大喊起来 要大家一起反抗 可却没有一个水果敢站出来反击 一同被抓的小美说道 反抗是没用的 因为我们水果是最低等的生物 是战胜不了老鼠的 但成流香和乐乐却不这么认为 可是没试过 又怎么知道呢 看两人这么执着 小美无奈地告诉两人 其实很早就有人反抗过了 就是那四大恶贼 当时他们被鼠王抓去后害怕了 他们为了活命答应鼠王 每天晚上抓水果去进贡 所以反抗是没用的 被抓到只能认命 话刚说完 鼠后就来了 这对于水果们来说 他就像地狱来的恶鬼 但乐乐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还说要将他打倒 鼠后很佩服他的勇气 于是就将他放了出来 乐乐本想给他来个佛山无鹰角 结果却被鼠后一尾巴打倒在地 这也太不经打了 乐乐忍不住吐槽起这具身体 成流香也不想这样 但没办法 他天生缺钙 所以四肢没什么力气 既然打不过 那就只能逃了 但最后他们还是没能逃过 老鼠大军的追捕 乐乐和成流香为了让大家逃脱 拼尽全力阻止鼠后 结果两人却被鼠后扔飞了出去 乐乐直接被吓醒 乐乐爸爸听到叫喊声 立马跑上楼查看 并询问乐乐发生了什么事 但乐乐没有回答 而是走下床四处翻掌 那个与他在梦中心灵相通的橙子 倒堂一翻后 他终于在鞋架的最底层找到了橙流香 乐乐对爸爸说 这个橙子非常特别 他能感受到橙子的内心 一颗想妈妈 想回家的心 乐乐他爸听到妈妈这个词 脸色瞬间暗淡下来 因为这个词使他的噩梦 使他永远忘不掉的伤痛 他原本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钢琴家 有一次 他获得了出演的机会 那是他的第一场个人演奏会 乐乐爸爸激动不已 于是他打电话让妻子带着乐乐来看自己演奏 可万万没想到 妻子在中途遇到了严重车祸 妻子当场身亡 而乐乐则在那场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 为此他懊悔不已 为了照顾和弥补乐乐 他选择放弃自己的钢琴事业 开启了水果店 就是希望每天能陪在乐乐身边 可再多的陪伴 也弥补不了对乐乐的伤害 没错 乐乐还是有点无法原谅他这个爸爸 他认为妈妈会车祸身亡 自己会失去一条腿 全是爸爸的错 如果不是爸爸要妈妈和自己去看什么演奏会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他们一家就会平安幸福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就连爸爸也变了 变得没有梦想 变得狐狸拉叉 他不需要这样的爸爸 他想妈妈 为此 乐乐和爸爸又大吵了一架 乐乐赌气地躲回房里 看着窗户上的风铃 他仿佛看到了妈妈 情不自禁伸手去抓 结果意外发生了 他从窗台上掉了下去 就这样 乐乐被刷成了植物人 陷入了重度昏迷 就连医生都说没法救了 乐乐爸爸悲痛地说道 自己的梦想没有消失 只是他不敢再去面对 因为他爱的人 因为他的梦想而消失了 如果你想去找妈妈 爸爸也陪你一起去 这时 陷入昏迷的乐乐灵魂又跑了出来 他再次进入到成流香的身体里 而爸爸的话 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父亲的爱 于是想回去找爸爸 可无论他怎么折腾 都无法从成流香的身体里挣脱出来 就在这时 鼠后的手下又出来抓水果了 小美和其他水果不幸被抓走 被鼠后丢进了满是老鼠药的罐子里 而没有被抓的老方丈和其他水果 决定去营救小美他们 可此时的乐乐却闹着要离开成流香的身体 成流香也说自己要回家 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弱小了 根本战胜不了那么强大的老鼠 于是就问老方丈 有没有解除诅咒的方法 老方丈表示 这个灵魂捆绑的诅咒是无法解除的 除非出现意外 人类的灵魂才会离开水果的身体 而这个意外就是国宝战神 它是水果世界的终极武器 如果你拥有了它 就可以战胜一切 包括老鼠大王 话刚说完 四大恶贼又来了 不过这次他们不是来抓水果的 而是来通风报信的 他们说鼠后已经带领老鼠大军朝这里赶来 要大家赶紧从下水道逃走 四大恶贼怎么会这么好心 不过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鼠后今晚肯定会杀过来的 聪明的乐乐提议兵分两路 让老方丈带领大家从下水道逃走 而他自己则和成流香去偷国宝战神机甲 很快 一行人就来到了乐乐的房间 而国宝战神机甲就在书架上方 于是几人想尽办法爬上书架 可就在要拿到战神机甲之时 店员大叔却拿走了这个战神机甲 还放到了昏迷的乐乐的脸上 这把乐乐差点气死 拿不到战神机甲 几人只能从下水道逃走 另一边 鼠后不幸喝到了老鼠药水 当场领了盒饭 小美等人则趁机逃了出来 可是老方丈这边就没那么好运了 在他们从下水道逃走时 被鼠王堵了个正着 原来那四大恶贼是故意引水果们去下水道的 他们贪生怕死 为了活着再一次出卖了同类 就这样 老方丈一行人和鼠王大战了三百个回合 此时乐乐和成流香几人 则调集了鼠王的小金库里 在这里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和美食 小伙高兴坏了 想要将这些财宝带回去 结果不小心弄到了墙角上的灯油 下水道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周围的建筑开始倒塌 混乱中 几人掉进了另一个通道 正好把鼠王砸晕了过去 接着 乐乐和成流香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 没有武器的几人只能上嘴去咬 只让怕痒的鼠王暴跳起来 最后掉进了火海里 本以为除掉了鼠王 大家就可以顺利离开这里 没想到 却帮了另一只老鼠 这只老鼠窥辞王位已久 为了感谢水果们帮它除去这个大麻烦 决定将它们全部送上西天 就这样 水果和老鼠大军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激战 可水果们没有武器 根本不是老鼠大军的对手 就在这危急时刻 四大恶贼竟然洗心革面 和其他水果开来了乐乐的飞机 和国宝战神机甲 就这样 乐乐和成流香几人坐进了国宝战神机甲里面 变身成为了机甲战士 这让老鼠大军瞬间没有了还手之力 另一边 乐乐的脑电波过于兴奋 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它会陷入永久的昏迷 医生决定用电流刺激它的大脑 结果差点把乐乐送上天堂 好子乐乐意志力顽强 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退了老鼠大军 领头的老鼠也乖乖跪地求饶 还说这是蜀王安排它做的 话刚说完 蜀王御火归来 如同地狱来的恶鬼 没想到 大火竟没有把它烧死 而且变得十分厉害 大火就这样被它打倒在地 最后成流香为了救大家 更为了乐乐 决定牺牲自己的性命 来换取乐乐的自由 于是它火力全开 和蜀王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另一边 乐乐的生命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一生健壮不妙 拼尽全力抢救乐乐 乐乐的爸爸也为了刺激乐乐 再度弹起了钢琴 当在弹奏结束后 成流香最终被蜀王打倒 奄奄一息躺在了地上 而乐乐的生命线也在此时戛然而止 就在大家绝望之际 奇迹发生了 乐乐的生命线再次恢复了跳动 原来是乐乐和成流香的意志 融合到了一起 并变身成为了真正的 所向披靡的机甲战士 接着 一个白米大刀下去 就这样 他们打败了蜀王 化解了危机 成为了拯救大家的大英雄 最后成流香和水果们 从下水道逃了出来 顺着水流 回到了他们美丽的家园 乐乐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经历此事后 乐乐原谅了爸爸 并带领大家踏上了梦想的路程